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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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留言就是說 很想要知道 小baby到底是男是女 我們也想要知道 連我們自己也很想知道啊 到底是男生還是女生 雖然是都可以 可是就會想要知道 欸 到底是男男女的 但是我們兩個呢 其實心目中 已經有一個答案了 就是我們兩個比較偏向於 哪一個 男生 對 並不是說比較喜歡男生 而是 知覺 知覺知覺 就是會有覺得說 欸 這個感覺會是男的 當寶寶懷孕的時候 我們兩個就很好奇 我們就開始查網路的東西了 嗯 網路就很多謠言說什麼 孕婦 有哪些特徵 偏向男生還是偏向女生 沒錯 嗯 我們今天就來實測看看 網路的謠言到底是真來假的 首先 我們今天要來測試的東西 就是網路謠言第一個叫什麼 走路的姿勢 他說如果是男生的話 就是一樣可以走很快 喔 是嗎 跟平常走路都差不多 並不會說 喔 因為懷孕 然後會比較遲緩之類的 男生就是走路跟平常差不多 那如果是女生的話呢 就會行動緩慢 這個的話我是偏向男生 我沒有行動緩慢 波波就很正常啦 我完全感覺不出來 他現在有懷孕的感覺 然後第二題的話是看口味 口味 平常吃東西的口味有沒有改變 男生的話都說 酸而辣女 所以就是 我很愛吃酸 喔 所以也是偏男生 對 因為波波平常不太吃啦 可是他從以前就不太吃啦 所以我覺得這一題很不準 嗯 然後我從以前就很喜歡吃酸 對啊 所以就是 很不準 所以也沒有改變啊 然後 不知道 不知道 說不定 你平常在吃的東西 就已經決定你會生男生女了 好笑 可是這些都是一些網路上的那個 謠言 還有一個是看肚子的形狀 可是因為目前還看不太出來 可是他大概要到三到五個月 是五個月那邊 才看得出來 對 可是那個時候你就已經知道性別啦 蛤 那我們就先看別的 但是我知道 如果說肚子啦 如果是這樣比較遠的 就比較偏男生嘛 那波波呢 我感覺他是比較偏遠的啦 所以我覺得還是偏男生 你說偏遠的男生 啊女生偏什麼 女生的話他的肚子呢 他會這樣就是 就是 有點下垂 還有下垂的那個 那就是你 你是女生 你的肚子是下垂 原來我的肚子是偏女生啦 因為我的肚子下垂 喔原來我生女的 你生男的 下一個的話呢 如果是懷男生的話 他說媽咪比較不怎麼胖 那如果是女生的話 體重就會比較重一點 哇 生男生 我目前 偏向都是男生啊 我目前體重還沒有增加 剛第一個月的時候 就體重增加1公斤 然後就這還沒有增加 好扯喔 真的很扯 為什麼 不知道 可是我都正常吃 就一開始的時候 你食量有稍微偏大一點 因為波波剛懷孕那段期間 蠻特別的 就是食量比較大 然後 我嗎我怎麼不知道 睡覺比較正常 喔對 然後下一個 肚臍的形狀 他說男孩的話肚臍眼突出 女孩是平平 可是這個我還看不出來 這個就算了 你的肚臍目前是稍微快要跑出來了 我的肚臍其實還蠻深的 可是我發現它已經慢慢越來越淺了 對對對 這個時候你就要洗肚臍了 下一個的話 看體能 沒錯 如果是懷男生的話 體能會比較好 女生的話體能會比較差 這個的話 如果以拍片來講 還是一樣 沒有什麼改變 因為波波就是很正常啊 就是這樣拍片 因為我每次拍片 拍到最後都會打阿起來 喔 從以前就這樣 從以前就是這樣 那很多人都說 阿波波最近懷孕了 夾娃娃的時間會越來越少 不用擔心 他懷孕還是一樣可以夾 其實這個不用擔心 因為我看到有人留言說 懷孕的還跑去夾娃娃 就是因為我們夾娃娃所以生娃娃 好 那你們都小心喔 有在夾娃娃的 所以夾娃娃的人 聽說都蠻會生娃娃 然後那個 阿寶 熊熊 下次問你們 下一題就是 看樣貌改變 懷男生的話會變醜 就是長很多痘痘 然後會長痘痘長斑 然後如果是懷女生的話 會變漂亮 然後皮膚會變好 長痘痘我有耶 目前長了兩顆 這個 我覺得BOBO是偏女生那一面 看孕吐 他說如果男孩的話 孕吐情況不嚴重 那女生的話會吐得很厲害 那這個的話我是偏男生 目前的話還沒有孕吐 對 只是會噁心 就是會想要反胃 可是不到會吐 我目前的狀況就是會 噁 噁 噁 你很噁心 或者是噁 噁 就是會想吐的那一種 噢咳嗽 咳嗽 對 但是沒有到很嚴重的孕吐 所以就是 就是聞到一些 很多味道會覺得很噁心 對對對 對味道還是非常 不喜歡 那這個是偏男的 換下一題 下一題 看胎動我還沒有耶 那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他說如果男生的話 小面積胎動會像小垂直一樣 可能就會輕輕敲你的肚子吧 也不知道 女生的話呢 會大面積胎動 寶寶會在裡面翻身 會有感覺 噢 這個目前我還沒有感覺 過一兩個月 可是那一陣子 應該就知道性別了吧 嗯 因為下一次產檢 醫生就說 可以看出性別了 對 下一題 他說看胎夢耶 欸這個 他說如果 是男生的話呢 會夢見蛇 那女生的話 會夢見小白豬 小黃狗 小花 什麼東西 然後我還跟大家說 我真的有夢到蛇 我會夢到蛇是因為 我看多娜講 他就是有養蛇 對啦 然後他的線動呢 每一則線道都有蛇 然後我就看完看 那一天晚上 我就夢到蛇了 然後到時候就變男蛇 做夢就只是人家一個傳說 不可能做夢夢到什麼 因為你只要 就是一獸金 就知道男是女生 哦 然後這些謠言啊 他底下有一些 事實的真相 胎兒的心率低於140的話 就是男生 那如果女生的話 高於140 這個的話我是高於140 心跳的聲音 對還蠻快 我們聽得到 不過是超過140 他說是正常的 偏女生 這個是偏女生沒錯 目前這樣看下來呢 bobo目前這個狀況呢 這樣看下來比較偏於男生的部分 嗯 可是我不知道準 到底準不準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乳頭髮黑是男孩 什麼意思啊 乳頭髮 乳頭 啊 頭髮黑 那乳頭 跟那個頭髮如果是比較黑的 頭髮 嗯 蠻黑的 嗯 這個有黑 哪一個有黑 頭髮有黑 可是那個還好 哦 是是 怎樣 那其實我們有刪減一些啦 還沒有到四五個月 還沒辦法 看不出來的 就是測不出來的 那以上呢 很多都是比較偏於男生 大家可以底下留言猜一下 到底是男是女 可是 上一次懷孕那一部影片 還蠻多人說 就是希望是女生 我們家人 還有很多觀眾 都希望是女生 他們覺得女生真的很體貼 可能你以後老了之後 至少女兒還會理你 那有些兒子都已經不知道跑去哪裡了 不會我還是會離家了好不好 沒有我是說外面有一些 那其實我們 男生女生都可以 嗯 我們還是會想要猜說 到底是男生還是女生嘛 經過這樣 以這樣的敘述啊 我們兩個人會覺得 那一定是偏男的 我們還是相信留言 留言 我們還是相信網路上的流傳 網路上的流傳 你們覺得 到底會生男生還是女生呢 或者是依你們的經驗 如果這些 比如說已經有生過小孩的 比較有經驗的 就可以知道說 到底做不正 你們就下面留言 說不定我們下次有機會 就可以公佈寶寶的 性別是男生還是女生 看大家到底是猜中還是猜錯 啊 好緊張喔 其實我們也很緊張 啊 好想要知道 到底是男生還是女生喔 我們家的人 大概有一半以上都是猜男生 可是他們其實希望是女生 可是他們覺得會是男的 因為我姐就生了兩個男生 其實我們家很特別 我們家 都男的嗎 全部生出來都男的 沒有一個女的 那就看誰的基因比較強 應該是我們的基因比較強 夭壽 像我就玩打 那也啊 會像這樣子 希望我們的小孩子 不要像我的眼睛啊 哇 那像我的眼睛就完蛋了耶 像這個卡比獸的眼睛就完蛋了耶 就是如果他以後真的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要變成歐爸 歐烈桃啦 歐爸 因為韓國那些都是翻眼皮啊 喔 如果真的是這樣 我以後就叫他卡比獸啊 那他就會變得很胖 哈哈哈哈哈哈 以上就是網路上的流傳 怎麼去 分辨男生跟女生的一些看法 那大家如果覺得說 還有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看出男生和女生啊 都可以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沒錯 然後大家也可以猜猜看 到底是男是女 然後之後就可以公布 讓大家知道 對 這樣我們就可以測試說 這個網路上的流傳 到底是真或是假啦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 那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喜歡 再幫我們訂閱、分享、按讚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掰 這麼詳細 對 好吧 那我來做什麼 哈哈哈